那時候看劇本的時候 自己就還蠻喜歡的 而且這個女主角 就對她還蠻有印象 然後還蠻期待跟她合作的 覺得自己老了 因為跟她真的其實年紀差 就是蠻不一樣的 但是因為之前 我們就有去上那個王牌對王牌 所以其實對她那時候印象就蠻深刻的 所以只要有機會跟她合作 所以我自己心裡面覺得還蠻期待的 會啊 會啊 因為我會跟她聊說 那你跟新版的F4怎麼樣 然後跟誰比較常聯絡 還是會有時候會聊這方面的事情 我覺得都有自己的特色 因為我這一次說實在話 我自己覺得我很開心 我有這個機會可以跟神岳合作 因為跟她合作這中間 兩三個月我自己覺得我學到很多 她是一個很自然的演員 然後她的情緒 真的每次跟她演一些有情緒的戲的時候 她都還蠻讓我驚豔的 然後你知道就是你演員最幸運的是 就是你可以遇到很好的對手 這種東西有時候是互相一起加分嘛 當她進入那個角色的時候 我自己回來拍完這部戲 我自己都很有感覺 所以我其實還蠻期待看到這部戲播出的 其實太多了耶 跟她真的很多 不管跟她打鬧的啊 或者是就是比較揪心的戲 我覺得都還蠻印象深刻的 有一場印象深刻是被她打巴掌 就是因為我之前我記得我跟大S演的時候 到明時也有被大S打一巴掌 大S跟沈月都是一樣 他們都來真的 就是直接很用力的就是打在我臉上 所以那個當下 嗯 情緒非常好 大家可能感覺出來 那一巴掌真的還蠻用力的 我就沒什麼講話啊 可是我覺得演員嘛 反而就是會 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講都是好事啊 我覺得在表演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終於角色 我們做任何事情都只是想辦法 把這個角色詮釋到位 所以不管中間你說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認為那個都是很好的學習啦